《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相信大家都看过吧 有一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桥段 学渣流星,指高气昂的说 这次数学我考了78分 超过我们班平均分一分 我在班里是中上水平了 学霸小雪立刻反驳 哼,什么中上水平 全班30人,27个人,80分以上 一个2分,一个10分,倒数第三还差不多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 同样是78分 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 对问题的实质反应也不同 小雪流星,到底谁使用的统计方法适合上述问题呢 相信通过本章的学习 同学们就对上述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 同学们,前面我们介绍了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显示 统计数据经过整理与显示后 我们对数据分布的类型和特点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但这种了解只是表面上的 要进一步掌握数据分布的特征和规律 还需要找到反映数据分布特征的各个代表值 统计中,对数据的特征描述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即集中趋势的描述、离散程度的描述以及分布形态的描述 数据分布特征的三个不同侧面 本章我们主要介绍 集中趋势、离散程度、分布形态这三个方面测度值的计算 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介绍 平均数、重数、中位数和分位数 离散程度的测度值主要介绍 极差、四分位差、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分布形态的测度值主要介绍 天度和风度 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集中趋势 从定义上来看 集中趋势是指一组数据向某一中心值靠拢或集中的程度 测度集中趋势也就是寻找数据一般水平的代表值或中心值 在实际应用中 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是为了表示社会经济现象 总体各单位某一标志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 达到的一般水平 集中趋势的测度值主要包括 平均数、重数、中位数和分位数 在集中趋势测度之中 我们先讲解最常用的一个平均数 根据定义 平均数就是全部数据的算数平均 可以概括地反映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 平均数一般用X8来表示 它主要适用于数值型数据 但不适用于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 平均数常用的三种形式包括 算数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是否经过整理 我们可以将平均数分为 简单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两种计算形式 所以三种平均数每种有两种形式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六种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在平均数中 算数平均数是同学们最熟悉的一种 尤其是简单的算数平均数 中学教材里就有这个知识点 非常的简单 简单算数平均数就是全部数据的算数平均 适用于未经分组整理的原始数据资料 就是直接将各个数据相加 再除以数据个数 其公式如3-1所示 适中 x1、x2、xn是一组样本数据的观测值 n为样本容量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3.1 某班级20名学生的期末成绩如下 求该班学生的数学成绩的平均数 根据简单算数平均数的公式 3-1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 然后除以数据个数20 即得到了该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是70.8分 加权算数平均数的计算 比简单算数平均数要复杂一些 它是通过各组标志值 与各组平均数相乘的总和 除以各组平均数之和得到的 适用于已知分组整理 并编制出平均数分布的数据资料 其计算公式如3-2所示 适中 XI是单向式分组形式下 DI组的变量值 或组距式分组形式下 DI组的组中值 FI是DI组的频数 FI除以SgFI是DI组的频率 N为组数 加权算数平均数的计算 给同学们讲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3.2 表2-8 是职工家庭人口的频数分布表 要求我们计算某单位职工的 平均家庭人口数 根据之前学过的知识 我们知道 对于数值型的数据进行分组 有两种方法 单向式分组和组句式分组 表2-8 显然是一个单向式分组 对应的频数分布表 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构造了一个辅助计算表 3-1 辅助计算表中 增加一列 XI乘以FI除以SgFI 并计算出每组相应的值 另外需要同学们注意 频率列用频率的实际值 根据公式3-2 平均数等于新丰家这一列 所有数据之和 等于3.487 所以某单位职工的 平均家庭人口数是3.487人 第二个例子 例3.3 根据表2-9中的数据资料 计算某单位某种产品的 平均销售量的近四值 不知道大家有看出来没有 这个例子和上一例子不同 表2-9是一个组句式分组 对应的频数分布表 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同样也构造一个辅助计算表 如表3-2所示 表中我们增加两列 一列是组中值 因为对于组句式分组来说 我们一般用组中值来代表这一组 它就是我们公式的XI 对于B口组来说 组中值XI为上线加下线除以2 第一组的组中值为140加450除以2等于145 另外增加的一列 仍然是XI乘以FI除以SigmaFI 频率列 频率列含须使用频率的实际值 根据公式3-2 我们把XI乘以FI除以SigmaFI这一列 所有数据加起来 就得到平均销售的台数为185.003 在实际问题中 由于所获得的观测数据 有时不能直接采用算入平均数的计算公式 因此可以使用调和平均数的形式 同样调和平均数也分为简单调和平均数和加全调和平均数两种形式 简单调和平均数是各个观测数据 倒数的算是平均数的倒数 适用于未经分组整理的原始数据资料 其计算公式如3-3所示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3.4 某超市香蕉、苹果、梨 某日的销售价格分别是 1.5元美金 0.7元美金 1.2元美金 若3种水果各买3元钱的量 求该日3种水果的平均销售价格 这道题我们可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从价格的实际意义出发 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 根据已知条件我们知道 销售额等于3加3加3等于3乘3 销售量等于3除以1.5加上3除以0.7加上3除以1.2 等于3乘以括号1.5分之1加0.7分之1加1.2分之1 约等于1.2元美金 上面在计算的时候 不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上面的公式最后简化之后 它的形式和简单调和平均数公式3-3完全一致 所以这个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调和平均数的例子 直接使用公式计算即可 加权调和平均数适用于已经分组整理并编制出平数分布的数据资料 其计算公式如3-4所示 市中MI表示第二个单位或DI组标志值对应的标志总量 当各组标志总量相等 即M1等于M2等于MN等于M时 公式3-4就简化成了公式3-3的形式 即简单调和平均数的公式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3.5 某超市香蕉梨苹果某日的销售数据如表3-3所示 计算三种水果该日的平均销售价格 同样此题我们也可采用两种方法 从平均销售价格的实际意义出发 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 根据已知条件 销售额等于4500加3500加7200 而销售量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价格 等于4500除以1.5加上3500除以0.7加上7200除以1.2 平均销售价格等于销售额除以销售量 过平均销售价格等于4500加3500加7200除以1.5分之4500加0.7分之3500加1.2分之7200 约等于1.0857元美金 同样大家在上面的计算过程中 是不是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公式的影子 就是加权调和平均数公式3-4 所以这个例题就是一个加权调和平均数的例子 直接使用公式计算即可 现在同学们和我一起做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把刚才的那个例题变化一下 我们根据销售价格销售额 计算出三种水果的销售量可以吗 好的 经过计算 香蕉的销售量是3000 梨的销售量是5000 苹果的销售量是6000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题变化一下 若已知销售价格和销售量 把销售额这个已知条件去掉 求其平均销售价格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用上面我讲的方法算一算 你会发现 这个题刚好可以用加权算术平均数公式计算 而且计算结果恰好也等于1.0857元美金 和上面那个立体的结果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调和平均数实际上就是算术平均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只是二者计算时使用了不同的数据 也就是已知条件不同而已 在求平均价格问题中 如果已知价格和销售额 我们就使用调和平均数计算 如果已知价格和销售量 我们就使用算术平均数计算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根据分组资料计算平均数时 若已知条件为各组的变量值xi 及其各组变量值总和mi时 可采用加权调和平均数法计算平均数 若已知条件为各组的变量值xi 及其各组的平数fi时 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平均数 平均数的第三种形式是几何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的应用范围比较窄 用于时间上有联系 或有先后顺序关系的比率求平均 通常用于计算平均比率和平均速度 同样根据资料是否分组整理 几何平均数可分为 简单几何平均数和加权几何平均数 两种形式 我们首先讲解简单几何平均数 简单几何平均数适用于未分组的数据资料 公式如3-6所合适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3.6 某工艺品需要经过四道工序加工而成 以知第一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96% 第二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98% 第三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90% 第四道工序加工合格率为93% 求四道工序加工平均合格率 同学们看出来没有 这是一个简单几何平均数算力 为什么呢 首先 这四道工序很明显有向后顺序 其次我们要计算的是平均合格率 最后给出的数据未经过整理 因此可根据简单几何平均数的公式 3-6计算 代入已知条件 其中 N等于4 X1等于96% X2等于98% X3等于90% X4等于93% 最后得出四道工序加工平均合格率为94.2% 对于已经分组整理并编制出平均数分布的数据资料 我们需要使用加权几何平均数进行计算 其计算公式如3-7所示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3.7 某农场 1993年到2004年粮食产量增加值发展速度如表3-4所示 试计算 该农场这一期间粮食产量增加值的平均发展速度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年份有先后顺序 计算平均发展速度 数据已经分组整理 并给出了平均数分布表 所以这是一个加权几何平均数的计算 我们首先计算出 7个码FI 等于3加5加1加2等于11 X1等于1.02 F1等于1996减去1993等于3 同理其他对应的数据也可计算出来 根据加权几何平均数的公式3-7 带入已知数据 最后可以得到该农场这一期间 粮食产量增加值的平均发展速度为102.71% 以上我讲解了六种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难点是区分算数平均数和调和平均数的使用条件 对于初学的同学 在简题时我建议先用我讲的第一种方法 从实际意义出发来进行分析 等两种平均数能够准确区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各自的公式计算了 需要说明的是 平均数是管理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集中趋势测度值 几乎任何统计推断都离不开平均数 平均数的计算利用了全体数据 但却是一个容易受到极端值影响的代表值 当数据中有极大值或极小值存在时 均值会受到很大影响 其结果会掩盖数据的真实特征 使均值失去代表性 张家有钱一千万 九个邻居群光蛋 平均起来算一算各个都是张百万 这就是平均数描述作用失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平均数代表性的影响 一些比赛中规定 在所有裁判对某选手给出的评分中 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再对剩下的平均取平均数 作为这个选手的最终得分 现在非常流行的被平均拖后腿问题 反映的也是平均数这个特性 有网友开玩笑说 拿我的年薪和马化腾平均 我也能尽不顾思 有钱人的生活憧憬一下也是可以的 但是希望同学们明白 资源是不会平均分配的 比起均值 重数和中位数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感谢观看